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尤其念礼佛 那么 今天呢在我们正式的那个悬疑 中述节目之前呢 给大家做十几分钟的 那个我们的白化佛法节目 我们天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的受想形式 我们存在的 在这个人间 我们拥有不勾不净 不争不解 我们受想形式 眼耳鼻舌生意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业障 所以造成我们的心有恐怖 所以为什么要究竟涅槃 就是菩萨告诉我们 做什么事情都要究竟放下 就是看到底 就是究竟 涅槃就是彻底 大彻大悟 远离人间的一切烦恼 大彻大悟 所以 我们 为什么学佛人要常常观照自己 就是要用平常心和平等心 来看自己 你只要用 常常观照自己的慈悲的平等心和 平常心观照自己的话 你的贪嗔吃慢仪 自然就无所遁形 所以我们很多人经受着精神上和 肉体上的考验 实际上 就是因为 自己 没有解脱 没有看成 平等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我为什么受这种冤屈 我为什么受这种苦 反过来想一想 你为什么不能受这些苦 你为什么不能受这些冤屈呢 为什么别人可以受 你不能受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外面很热 为什么人家就能忍耐的热 而你不能忍耐呢 你就为了自己 觉得很难过 很伤悲 很难过 你的精神上受到了 很多的 刺激 但是别人的精神上呢 就是拥有一颗平等的心 看到别人都能够忍耐 为什么 我不能忍耐呢 这样就拥有 平等心来关照自己 这样你就可以 解掉自己的束缚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觉得自己 很了不起 因为他没有平等心 又没有平常心 想一想 你可以在你单位里 被视作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 我们现在话叫VIP 但是你到外面去 谁认识你啊 你这样把自己看得很高 很伟大 你把自己就等于 捆绑起来 这个束缚 靠谁来解脱呢 还是你自己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到外面 老板着的恋爱 因为他看见别人 他都看不惯 因为他看见别人 觉得都不如他 他平常心没有了 他把自己束缚起来 他笑不出来 他觉得别人都比较平庸 只有他比较高贵 所以他没有解脱自己的理由 他更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来 解脱这个束缚 所以把自己拉了高了 境界就低了 把自己境界拉了高了 自己就变了矮小一点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 拉窗帘都是这样 你越往下拉 是不是窗帘越高啊 收得越高啊 你越往上放 是不是窗帘越往低啊 所以把自己放得很高 实际上你就把自己的双眼遮住了 你骄傲 你看不见别人的贡献 你骄傲 你看不见别人的成就 你高傲 你看不见自己是个平常人 所以累死累活 你自己还没有解掉自己身上的束缚 所以把自己看得低一点 你才能看清这个世界 把自己垂得越低 你看到的这个世界越伟大 所以我们今天 学佛做人 全部都要学会客制 所以 客制 就是一种 与自然产生 一种 能够 学会 虽然与众不同 但是 又 能与众 相同的 一种精神上的 能力 为什么说 客制是这个概念呢 因为客制 就是说 我同样经受着 别人经受的一种 困难 和烦恼 但是 我用自己的精神上 产生的 一种特殊的能量 和自然 心中产生的一种 与众不同的能量 来 化解 客制自己 这样的话 你已经有菩萨的思维在里边了 所以这种客制 就是一种化解 不是单单叫你 不要发脾气的客制 所以 向好 庄严 我们看看菩萨的相 为什么这么端庄 因为 菩萨 是正能量 因为菩萨 不单单 庄严 他们 没有烦恼 没有忧伤 他们 还是学会客制 所以想一想 要学佛 要学会客制 让别人敬畏你 实际上 你就是庄严 你今天 能够 让老公 尊重你 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庄严相 如果今天 到我们东方电台来 个个都是 贼眉俗眼的 你想想看 你怎么样 能够和菩萨亲近 你就是拜了佛 佛也不一定 能够在你身上 给你加持 所以 师父经常 跟大家讲 心 要学佛 庙 不再大 有佛 则灵 对不对 山不再高 有仙 则明 所以 不管 人活在世界上 学什么佛 做什么事情 首先 心念 很重要 心中 念头 要有佛 有佛 就有众生 有佛 你才会有戒 你才会有 克制的 这种 能力 所以 心中 没有佛的人 是不会 克制自己的 举个简单 例子 今天人家欺负你 没有佛的人 马上说 啊 你欺负我 那我 一定要报复 接下来 就打起来了 学佛的人 被人家欺负 想一想 啊 我是菩萨 可能是我的业障 可能是我某个地方 做的不很好 所以我要克服他 所以我要 稀释 宁人 所以我今天 不能跟他争 不能跟他吵 我尽心尽力 去把这件事情 处理好 这就是学佛人 和不学佛人的 差距 所以要懂得 做人 靠别人 那是做不好的 做人 要学会 靠自己来改正 你身上的毛病 靠别人 能帮你纠正吗 你的坏习惯 靠别人 来跟你改 你改得好吗 看看那些 不经济的人 左摇 左摇 右晃的 就像像 骑自行车一样的 你有时候 为什么骑自行车 会摔下来 因为你 踩得太慢了 你自行车 刚学的时候 你踩得快 你前面的车把就稳 你如果踩得慢 你就特别 难控制自己 所以坚定信念 好好学佛 好好地坚定自己 修心的意念 这样你才能 越修越好 听众朋友们 学佛 那是个长期的 学佛 要学出成果出来 学出成果 必须有智慧 平时做人 就有智慧的人 他的意识 就是在 超出人的意识 学佛 能够有智慧的人 他已经 思维当中的正意识 和宇宙空间 合二为一的 所以我们今天 拜观心菩萨 就是要和菩萨意念 合二为一 所以一个人 有大能量 就是因为这个人 他 以公 争公 以德 养德 有了公的人 他不停地 继续做他的公德 有道德的人 他继续 做他的 德性 所以 以公 争公 以德 争德 这就是说 好了还要好 努力了还要努力 这样的人 很容易 产生智慧 所以很多人 做一点好事 并不难 难的是 一辈子 做好事 而且要 不做坏事 不做坏事 才能 保持你 做好事 的 善根 你只要 做了坏事了 你的好事 慢慢的 就 没有了 所以 台长经常 跟大家 开始的时候 讲到 一个人 想保持 正念 必须脑子里 没有邪念 一个人 想保持 正念 永存 必须 永存 在脑子里 心中的 都是正念 所以 一切 邪念 邪思 全部都 不要去想 全部都 不要去讲 全部都 不要去做 这样 你才会 正念 永存 你才能 真正经得起 考验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白话佛法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 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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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